本案因为衍生了大量的争议 那经过台北市政府消保官会同 主管机关交通部观光署 邀请了台北军业以及阿沟大道市政府来进行说明 那根据交通部观光署的一个解释 这个交通部所定的个别旅客订房定型化 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的规定 那这个法规适用于个别旅客 他透过订房的网站间接跟观光旅馆业来订房 所以本案业者应该要遵守明白 以及这个法规的规定 那建议业者这边 因为他相对于消费者在各方面的资源 是站在一个比较优势的地位 有解除跟吸收风险的能力 以及对于相关的合作平台 付有更高度的注意义务以及控管的责任 那本案考量业者曾经公开的 与诺耀领约契约契约已经成立 那请业者这边考量商与 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立场来履行契约 那两家业者也都同意各自吸回 跟国外的总部来转达 那今天的回应是表示 台北军业酒店会依照契约来履行 并且已经着手陆续恢复 消费者原先的订单 那这边也提醒消费者 契约是不是依据 当时的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 那我们在法院的实务上面 是看个案的情形判断 那司法的实务对于网站的标错价 那在契约是否成立的一个议题上 是依照个案的情形 是有不同的判决见解 那如果消费者是明知标价有错误 那可能是属于权力的滥用 在法院的实务审理上 会考量到诚信原则 而又就不按事实判定业者 不许履约的案例 那提醒消费者在下标的时候 那还是先注意 相关的一个权利以及义务 感谢观看